陳凱琳這日身穿Tubedress 蘇香肩長腿 延伸一個品牌發佈會 Grace在會上分享 今次拍攝廣告造型花絮之後 再跟品牌簽約 正式成為代言人 雖然貴為兩子之母 但Grace的狀態越來越名艷動人 她也大方分享自己的護膚心得 你覺得最重要的是哪個步驟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清潔 因為當然如果你化妝 要清潔好妝才去做一些保濕 或者一些護膚的療程 自己就會吸收多些營養 如果落得不好的話 全部的東西就再倒入自己的皮膚 那家榮呢 她自己算是很著重皮膚 還是會由你幫忙照顧她的皮膚呢 其實我不知為什麼 她是那種天生皮膚已經OK的狀態 她小時候可能用清水洗臉已經沒問題 但是現在她看到我帶護膚品回家 她經常偷偷地拿我的護膚品用 用完之後我說沒理由 用得這麼快 然後她說你還有沒有 然後我就會再給她用 所以她也是著重的 Grace首度擔任監製和主持的清潔節目 Love Madness with Grace 早前經已播出 由籌備節目到外出 老公鄭家榮都全力支持 在首播當晚還一起收看 有啊 有啊 其實小朋友還沒睡 我就轉了台想看一看 那當然那些小朋友就說 我想看卡通片 然後爸爸就說不行 我們要支持媽媽 然後我就說非常好 但是我老公其實是和小朋友玩 比我看我的節目 我說好 你之後再看吧 但他有沒有給你一些評論 很好啊 他說很好啊 他說我對你做主持我很放心的 加上你又用英文又跟自己的朋友聊天 你一定會很放鬆地去做 那如果下次自己再監製一個節目 會否還想到會找到家明一起呢 其實我在想那個題材是做甚麼 那今次談了很多關於愛情 我想私心做一個繼續飲食的節目 我覺得香港有很多美食 那我經常都想做一個 可能是自己和不同的朋友 去到周圍去吃東西 煮東西吃 早前Grace和家榮帶了一對兒子 去到主題樂園 慶祝結婚四周年 Grace還將當晚一家人看煙花 互演的溫馨畫面 上載到社交平台分享 他說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很好玩 有得看煙花 我們也很期待這個畫面 就是小朋友看到煙花是怎樣的 當然他們充滿好奇 而且看著天氣 你會覺得這種就是童真 你看到他們的眼睛閃了 那小朋友有沒有說送甚麼生日 給爸爸一點點 都叫做有送的 就是畫畫 寫卡 那你呢 有沒有送甚麼生日的東西 我買了一個他也挺喜歡的外套 給他 都是簡單的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 我們可以一家人吃飯 因為我爸爸就是 隔一天就生日了 我們就一起共同的祝福 所以我們那晚就吃得很開心 紅森 爾瑞 普交 scream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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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